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便 那这个影片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韩服已经推出了几个礼拜的一个自动进出特殊副本的这个功能 那它跟台版目前不一样的是它除了可以自动进出之外它还可以有自动补给的这个设计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界面 如果对台版的熟悉的话你会发现上面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好它上面这边的话就是设定顺序你要自动进入的顺序 那目前台版的设定是你只能进去那它会自动帮你换 可是中间如果没有水或者是缺乏什么补给品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去帮你补充的 好可是韩版的话它这个设计是OK它已经把它做进来了 就是你除了可以在你设定的这个特殊副本里面时间到了就切换之外 它还会自己去做补给 好那补给的东西就包括是一般的消耗品 然后比如说药水卷轴或者是加速的 或者是你的一些魔法材料等等 那卷轴的部分呢就看你自己去需要什么样的设定 比如说有可能有些人会需要放到这个台脚护持 那有些人可能会需要用到其他的魔法 无论如何啦只要你设定 你设定的你可以设定说你要买什么卷轴它就会自动帮你买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界面 最主要的差异在这个地方 好那我相信台版应该在不久之后就会推出了 那左边的话这个是你的设定值 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去买这个卷轴或者是消耗品 那它其实它除了可以自己帮你买之外 刚才我们少讲一个就是它可以自动帮你卖掉 卖掉不要的东西 好那这个都是你可以直接在NPC那边做设定 我们待会讲 好那它这边的话简单的就是自动买卖 然后自动进出这个副本这样子 那这边有一个时间跟这个 这看起来就是一个时间表 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打 好那它这边会列出的是 它几点几分几秒的时候去做什么动作 譬如说我现在台湾时间上午1点半 1点半的时候我进去打第一个这个试炼副本 那打完之后我可能半小时之后 我就出来补记了 然后再传送进去 好那它这个表上它就会记录的清清楚楚的 好那右边的话 这个开始按钮跟台版的是一样的 你按下开始之后它就会自动进去 好那在进入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 你要怎么样去让这个副本 这个功能啊 可以完整的让它顺畅的去进行 好那我们知道村庄里面都有一些 可以买消耗品的这个NPC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边的话 这个是雜货商 好那雜货商的时候 你知道这边都有一个自动订单的设定吗 进来之后你就看你要买什么 每一种东西你要买多少量 好这个都先把它设定起来 好到时候你只要按这个按键 它就会把东西带进来 这个就是它的自动设定 好这个一定要设定哦 这样它才会自动进来买这些补给品 好它刚才讲到的所有auto功能 所有的自动补给功能 都是必须要先在这个地方去设定的 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你可能要买魔法卷轴 我们去找这个魔法卷轴的这个商人 好那不见得的话每个村庄都有 不过我们为了这个做示范哦 因为这些副本啊 他传送回来之后 都会直接去到这个雅丁 好所以我们也就传送这个雅丁 给大家参考 29 好那传送回来之后 其实都不用去担心说 他这个NPC在哪里 他自己会去找 雅丁的话就比较简单一点 他所有的这个NPC都在 都在这个地方 好这个是补水的 好然后这边有一个防具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卷轴商人 那你一样是在这个地方 好设定你要买几张 好这个都是自动订单的设定 你要买几张 然后你只按这个自动订单 他带进来的话 这个就表示已经设定成功 那我们这边都不需要做任何购买的动作 这个是他之后 你要买也可以 好那先补好再进去也是可以 那你要让系统自己去买也是ok的 好那这边的话也有一个自动卖物 好自动卖物设定的话这边也是有 可以设定的嘛 好你自己来这里勾悬 看你什么东西 打完之后呢 打到之后呢 你要把它卖掉 好这边都可以来做勾悬 那勾悬完之后你也可以试试看 他如果会带进东西的话就表示说 他确实是有把它 把你的设定把它设定好的 好那讲完三个嘛 那他其实也会自己去存藏啦 那自己仓库就保持一点空间这样子让他存存 好那仓库的话设定也是一样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去设定什么东西要存 什么东西不存 好那这边的话 应该大家都很清楚 我就不再多做琢磨了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那在刚才那几个都设定好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让他进行这个 试炼副本 应该说特殊副本 好按下去 你可以看一下 他现在已经直接进入到这个 因为我刚刚设定的第一个是 梦翰之岛嘛 那在这时候你可以像下面这边有一排蓝字 他就是 就是代表他已经开始在这个 呃 自动的特殊副本 好然后这边的话呢 他这边也有一个 特殊副本的洞穴 一般来说这个是AUTO 那他这个 如果你是用特殊副本的AUTO的话呢 他这边就会变成一个地间的图示 然后蓝色的在那边转转转 好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做任何的操作 应该说你只要在界面上点的东西 点的按钮啊 都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进行 好你可以去看看你想看的东西 好这个都不影响 他都还持续进行这个 除非你 呃 离开这个 你自己离开 好或者是按到瞬移什么的 他才会去停止 好那我们这边来可以看一下 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时间表 好来看一下 好他现在这边已经 已经有记录了 这个是他刚才 传送进来的这个费 费用 他总共扣了1万块 1万天币 好传送进来那个梦幻之导 好那他后续呢 后续也会持续的在做记录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他回去补给 好或者是切换这个地图 或者是自动卖物存仓 好或者是自动买补给品 买这个卷轴 他都来做记录 好这个非常的方便 那不过要小心一点的是 如果像在这种地方 在这个 呃 战斗区域的话 这个可能会被敌魔玩家攻击 好那他是不会帮你反击的 那也不会帮你逃跑 好你就只能被打 所以这个内掛玩家的话 就要自己多注意一下 好那这个系统他 呃 说方便也是方便啦 毕竟对内掛玩家来说 如果你 呃 跟其他这个 伺服器上面的玩家 相当无事的话 基本上 呃 可以轻松的把这些 你想挂的副本 好 把你想挂的组队 这些特殊副本 都把它挂完 好那如果有打架的话 就比较难用了 就打他自己多注意 那以上呢就是 这个自动 特殊副本 然后又可以补给 跟 贩售的这个功能的介绍 那我相信台版应该 不久之后就会推出了 那希望 这个介绍呢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 好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在右下角按 喜欢 订阅 然后别忘了按下铃铛 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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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